這個就是那個脫殼過後的油芒 我手上的就是油芒喔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我以為是小米耶 用油爆的 油爆的 這個 好 這個我看過 有嗎 我吃過 我們吃過 爆米花 那個時候我們在那個可客 好像那個姐姐棒在巧克力上面 不是這個嗎 答對了 是嗎 好厲害喔 答對 你看 我們吃過 我吃過 我跟你講 看過的時候是在江振臣的廚房裡面 這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啊 那個已經爆過才可以吃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都是出高級料理喔 油芒料理 這個吃起來根本就像爆米花 對 而且它的營養價值很高喔 喔 吃起來很香 真的很像那個爆米花的味道 油芒它本身就含有油脂 所以它可以爆香 老人家以前這個有吃過的穀物之餘 它像小米紅里的一樣重要的穀物 後來因為日本人那時候 把我們遷移下來 都要種植水稻 是 所以種了稻子之後 所以這個食物就慢慢消失了 還好我們部落族人 就慢慢的把它 助育 找回來 慢慢的找回來 這個超有營養的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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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沒有Oh my God的感覺 來 Oh my 好吃 好吃嗎 嗯 嗯 很好吃 真的像在吃爆米香耶 對 它的那個口感 聽說你是油芒的那個喔 主人 也不是主人啦 就是種植油芒的那個人 你剛剛指後面是後面就是油芒喔 對啊 哪一個 這邊賺到的都是啊 這個都是 是高的還是矮的 都是 這個也是油芒 它就在抽稅了 目前 它的一個稱呼叫做 世界孤兒作物 所謂的世界孤兒作物就是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台灣有 然後第二個特別的是 它耐旱 耐旱 耐旱主要原因 它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喔 還有白白的那個粉 這個白白的 它甚至辣 辣 很像辣 對 你們可以 滑滑的耶 主要是要 然後它那個防水 散發掉 再來就是 它是河本殼多年生 所以說 我們在收成之後 我們會給它砍掉 砍掉之後 它馬上就長起來了 再長 繼續分裂 繼續再分長出來 繼續再分裂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不知道剛剛那個 Viu跟那個小魚有沒有介紹 它另外一個稱呼就是 吃油芒就鯊魚喔 因為它富含很高的那個 假沙溪 Omega 3 它就是不需要透過吃魚 可以這樣嗎 可以 手不會癢喔 現在比較不會了 因為那個 我很怕癢耶 所以待會兒 脫殼全部的時候 你們手這樣子摸 你會感覺到 你的手有一層油油的感覺 會油油的感覺 對 就是它本身的油脂 而且聞起來有主香味 OK 所以待會兒就是要倒進去 對 然後你們要負責看 有沒有把它的衣服脫得乾淨 好 對 我來到了 可以嗎 你看 你看有沒有那個 好 不錯 這個有粉塵 這個粉塵 比較不會讓我們癢的 OK 最癢的都是在脫力的時候 對 打完再脫了兩次 現在還沒 對 因為這樣抓起來 是有點滑滑的 對 滑滑的 然後感覺硬力更特別明顯 對 好 再來 再一次 那個過程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我才能吃了一個一顆一顆 所以一顆一顆一顆 真的很珍貴 像這整片 你在富裕這個油盲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種子只有兩百多顆 但是 它已經消失了 種子去哪裡拿 其實部落 還有老人家 他很習慣做保種的動作 保種 保種 就是他可能家裡只有種一樹 一點點 然後每年就一直採收 一直負育 一直種 然後一直保種 嗯 老師他也嚇一跳說 為什麼我們要富裕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不好處理 對 跟目前在市場上 經濟價值比較低啦 還不知道 對 我聽說他們這些菜到台北了 然後到一個米西林餐廳裡面 然後好像是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可以試試看 他們的食物 每天都買光了